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当年学这个电子技术的一本书籍 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就是这本书 全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电工内专业通用教材 电子基础技术 这本书是前段时间找出来的 我看了一下是我当年学习的时候用的 当年学习读书不认真 就在上课时候在画画 所以说现在就在社会上流浪混饭吃 这本书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制作的 然后是18元钱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目录内容吧 我觉得这个基础 还是很有用的 首先讲了这个半导体 半导体的形成 半导体的构成 基本知识 然后就映射到二级管 三级管 长销一管 或者其他半导体期间 这是最基础的 然后就是这个放大电路 功率放大 多极组绒的偶合放大 正悬波震荡器 后来就是 再就是讲了这个 集成的放大器 有集成运转 插动放大 集成运转放大器 剪接和运用电路 再后就讲这个二级管的整流 有这个220伏单向整流电路 还有这个380伏的三向整流电路 整流出来要滤波 这些都是一些电路基础知识 就是说 学好这些基础的话 就是说还是很有用的 有些东西 有基础的话 你很多东西 你都可以自己研究透 你如果没有基础的话 只能说 学一种就汇一种 就是说有很多东西 有变通的话 你就可能搞不懂 这有纹压电路 这个集成纹压器 这有开关型纹压电源 就是现在用的最多的 这个开关电源 它是有这个整流 开关电源 还有纹压电路反馈 这些组成的 然后就是这个金针管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这个可控硅 还有分很多种 单向 双向 三向 这个触发电路 或者对它的选用 这后面就涉及到 这个数字电路 门电路 摩斯基存电路 这个数字转换 这个逻辑电路 这个都是比较 是更深一层层的 后来就学了这个触发器 什么基存器 技术器这些玩意儿 就是数码转换 魔术转换 这一系列东西 这本书一共 200多页 讲的东西都还是很全面的 讲的很详细 可以看一下这些 三级管的工作状态 工作电压 然后这当时读的时候 做了很多笔记 就是到后面的话就很干净了 到后面的话就没这么用心学了 反正因为刚开始 兴趣比较大 学的比较 那个一点 不过这个书 确实现在可能买这种书的话 也买得到 但是我觉得 我在书店里也看过这一类的书 觉得有些人没这个讲的详细 但是这个上面讲的东西 很多东西也已经有些过时了 并这也是200几年的书 2001年的书了 这个书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 然后如果有朋友 想听这个里面 这一些哪一方面的知识 我可以找出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我也复习一下 然后跟大家也可以讲解一下 好 就这样 拜拜